大家好,今天咱们接着来讲新疆的问题 西方一直在攻击我们的教会中心 把它污名化,说它是集中营 这个就是说,对西方人来说 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教会中心这种概念 因为这是我们制度特色的一种产物 它只能套用集中营的概念 你要想到集中营,那自然咕噜噜噜就转到什么呢 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么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你会咕噜噜噜想到什么 种族灭绝啊 所以他们都不假思索的就是这样污名化 因为有了集中营的概念 必定有种族灭绝的事实 就算没有,也得跟你套上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好好谈谈教会中心是什么 但在谈教会中心之前的话 我们先要梳理一下新疆历史的背景 和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怎么发展起来的 所以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 它是一个妖言渊源流长的历史 从晚清的祖宗堂平定,回疆叛乱 再到1933年东突第一次建国 1944年东突的第二次建国 然后到建国以后 我们发生了1962年的伊塔事变 所谓民族分裂势力 它一直是渊源流长的 连绵不绝的 改革开放以后 民族分裂势力的话 找到新的旗帜口号 就是宗教极端主义 因为什么呢 民族分裂势力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 它发现这个民族分裂的话 很难找到大家的共认同点 很多我们少数民族不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你怎么去裹挟别人呢 这就我想起来陆典基里面一句话 所以说这个反清复明啊 就像阿弥陀佛一样 它只不过说口号而已 所以这个大家都了解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就发现 民族分裂势力这个口号不太好用 那么从九十年代以来 宗教极端主义开始在全球泛滥 他们就发现 从向外向中东一起 借鉴这个思想 发现这个非常之好 因为它这个可以进而裹挟全体民族 变成了全民信教这种概念 那么就是变成全民都是必须要反对合法的政府 所以就发展出更加极端暴力的恐怖主义 前几年大家都看到过ISS的杀人视频 集体枪杀不皈依的 同族的逊尼派的穆斯林 还有一帮女性被迫成为性奴 它这种各种反人类的行为 我们经常说这是宗教吗 哪一个宗教部件都是讲爱与宽容的 你要翻开任何教育都是个内容 那么这种杀人放火的行为 这是宗教吗 但是这种它打着宗教的旗号 在伊斯兰世界造成非常严重的分裂 那么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之下的话 那么你任何宗教只要没有违法 它都是合法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宗教的 那么所以说宗教集团主义 它挂上宗教的牌子 它自然而然就在西方成为一种宗教 那么在不杀人不放火之前 它就是无罪的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话 我觉得怎么可能能够认可这种东西呢 任由你这样来发生 这些分裂分子它对于搞分裂 是非常有清晰的战略判断和计划书的 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是一种乌合之众 从90年代我们就知道 东突分子有30年的建国纲领 10年宣传 10年游击战争 10年用来建国 所以我们从近十几年的话 新疆整个发生的历程就看得非常清楚 它就这么干的呀 在我们没有彻底解决爆孔之前的话 那么其实新疆的连续不断的爆孔事件的话 就是它的游击战争的一种体现 所以说我们谈这是外营的问题 那我们再谈新疆自身本身的问题 那么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后 新疆和全国一样都面临着一个 大家都往经济大潮崩溃了 所以新疆就面临着一个孔雀东南非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就是大批的人才外流 当时都想尽任何办法要留在内地 因为新疆的话又是爆孔 新疆发展又落后 谁愿意在那待呢 所以这个人才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人才流失严重之后 那么我们新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民族分裂势力 从连绵不绝建国以后 并没有进行很好的清理 那么就是在这种极端分裂势力的话 就成为一种就慢慢地塑造了很多两面人 什么是两面人呢 就是一面 是为政府服务的 是为人民服务的 另一面 是为宗教极端主义服务的 是为民族分裂作服务的 这是一边意义上的两面人 用一个很形象的说法 和我们一个退休干部说 他就说我工作的时候为共产党干 我退休之后就为安拉干 长期的就说民族地区他对于这种思路 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于社会主义的制度 就带有一种多面的解释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的既是影片 新疆的反恐 里面提到的问题 其实今天看是触目惊心的 新疆政华委的书记 教育厅的厅长 你可想是他们有多么强大的爆破力 从上往下是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反恐从思想一角度来说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两面人如果不加以清理 那么我们这个反恐是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新疆的贫困和人口的爆炸 它造成了宗教极端的土壤 新疆的贫困有它地理上的天然的条件 如果我们平行而论看新疆的地理的话 南疆地区三地州的话 是被沙漠和雪山完全包裹在一块 它是一个世界的尽头 它的贫困是与生俱来的 是因为无处可去 只能在沙漠中苦苦度日 所以它的贫困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 而人口爆炸是建国以来持续发生的 从220万增加了1270万 那么新疆的南疆的这种 我们的水土是很难能够支撑 这么强大的人口数量的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贫困问题 那么这种贫困人口 给宗教极端主义创造了非常大的一种土壤 加之我们人才流失 对于南疆的管理和服务又跟不上了 所以去形成一种真功地带 让宗教极端主义非常之猖獗 旗户事件完全改变了新疆整个的政治生态 之前的话 大概是民族分界势力在和在做斗争 其实我们从小都很正常的 我们小时候的话三路公交车 然后乌鲁木齐 从火热站到机械厂 我们成天坐辆车的 我回家那天的话 前一天就发生个爆恐 就要公交汽车给炸了 但炸了我们也觉得很正常 不就是出点事呗 但是七五事件是 民族分裂势力结合了宗教极端主义 也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暴恐事件 它对民族关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冲击 那么成为这个事件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七五之后 连绵不断的暴力袭击事件 从北京一直到昆明到广州 是连绵不断的发生的 这种发生就是说这个性质已经完全变了 所以说我想问问大家 毕竟对这样的暴力分裂世界 全世界国家哪个国家能够容忍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世界范围内治理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袭击 它有成功的案例吗 我们新西兰的暴恐案件暴恐袭击 我们前两天也看到了 那么这是我们基督教发起的 那么伊斯兰教回应他什么呢 就给他来了个斯里兰卡的大途上 那么伊神教体系的国家 它自古以来是一种圣战习惯 那么他们在几上千年的冲中 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和路径依赖 是一牙还牙的这个泥潭 所以这条道路 其实能够解决爆恐的话 只能看我们东方唯物主义的中国怎么做的 所以我们谈到这儿的话 就要重点提一下 我们的尝试也是有很多种的 从不断的失败中 或不断的挫折中吸取的教训 逐步形成今天的一种治理体系的 我们当年的柔性治疆的话 主要是以怀柔一面为主 主要搞思想宣传教育 那么这个其实后来发现 经过长期实现发现 这个需要两面的一种解决问题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核心观点 就是实际上我们解决宗教极端主义的出发点 和实践的依据点 所以说宗教是人民的哑片 大家现在一张口 很多人对宗教就这么直接来了 这个其实是一种相当大的曲解与误解 所以这句话我一定要全面引用一下 给大家阐释一下 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演中提到的 他说宗教的贫困是现实贫困的表达 也是现实贫困的反抗 宗教是被压迫的造物的叹息 是无心世界的灵魂 就如它是无精神状态下的精神 它是人民的哑片 这个是比较哲学化的一种说法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检查 就是说要阐释一下的话 宗教的贫困是来自于现实的贫困 如果现实贫困无法得到解决 那么宗教贫困自然难以解决 那么现实贫困 这里面提到其实还有一点 一个是物质贫困 一个是精神贫困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宗教极端主义的土壤是物质的极大贫困 那我们说很简单了 那么就是说你要能够解决宗教极端主义 其实就要从现实贫困的角度解决问题 还要从精神贫困必须双管齐下 才能解决宗教极端主义的问题 在没有办法解决这两个贫困的时候 宗教 人民只能依靠宗教 这种哑片来麻醉自己 所以在新疆我们所有的实践 就充分了证明 我们的中国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要在人间解决问题 而不是相信神或者上帝 能够替我们解决问题 那么今天的美国 其实就在等待上帝的解决问题 我们下面就是 如何解决新疆的精神和物质贫困问题 双面层次的问题 经济层面上的扶贫和原疆工程 你要去南疆看就会发现 南疆确实非常贫困 前一年我们去的话 就是五年前我去 在南疆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地方转 我就发现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有点愤怒 我说我们在几十年进程之后 这个南疆为什么还这么贫困 这个贫困问题是我们一定要解决的 所以从扶贫和原疆工程上说 是大规模的原件的 昨天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我说新疆现在正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 那么这种系统工程 这种援助落后地区 那么以亲国家之力的进行帮扶的话 这个是任何西方国家是绝无可能做成的 由你资本家来说 这个无力可图 我怎么可能去帮助你这个地方呢 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很多人不想去承认 或者全当看不见 那么谈完这点之后 我们就要谈文化层面了 这是一个新疆的宗教的特殊性 我们使得给教会有了可能 因为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从长期的宗教调研来看的话 新疆最大的问题在哪呢 这宗教问题就是有四无教 抗议清真寺的规模非常大 当年说17000座清真寺 那简直每个村子都两三个 当然我谈起来 跟他阿红聊起来 我说你这一村为什么两个清真寺呢 他说我爸是阿红 我爸生了儿子 我说这样子 因为清真寺的话 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 它其实是个民族信仰的地方 它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呢 是阿红谋生了一个场所 所以一个阿红死了 他生两儿子 他就一人见个清真寺 因为这是个谋生的手段 那么我问起来 他对伊斯兰教的了解 我才发现 整个南疆当年 我们因为教育水平不高 基本上都是小学到初中毕业 所以他对于文字的掌握 对于教育掌握 就是非常的苍白的 所以有四五教 看上去宗教一片凡圣 实际上对宗教的信仰 其实就是个民族传统 并不是很了解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 一个麻烦事局在哪 这种教育模式 和这种对伊斯兰教的了解 它非常难以抵御 来自于中东地区 传播的爆孔视频 和西方国家 有意识渗透进来的爆孔视频 这在新疆是影响最大 就是这种爆孔视频 那么我们前几年的话 就是砍杀我们的 埃里戈尔清城寺大教长的 那位年轻人 就是18岁 抓住了问他 他完全对宗教没任何概念 他就看了一段视频 就去砍人了 就抓到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的 你说我给他讲宗教 他完全不懂宗教 他就看了个视频 就变成宗教极端分子了 你说他连宗教极端分子 我觉得都算不上 他就是个暴力恐怖分子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认为什么呢 就可以扭转这种氛围 因为这种苍白的 这种宗教信仰形式 就是给了我们 可以给他们传播 什么是正信 什么是伊斯兰教 正统相信信仰的东西 而屏除掉 这种以暴力极端的 恐怖主义袭击和 排斥他人 排斥异教徒 杀害犹太人 杀害异教徒 为其导向的这种信仰模式 可以对抗这种恐怖主义的袭击模式 所以说我们在2017年4月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专门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如果我们想了解新疆的话 那你把这个条例再看吧 一个国家你首先得认可他的法律 然后再来谈其他吧 如果你不认可这个 我就没任何可谈的了 这个去一张条话条例 就是我们操作所有教会中心的一个法律原则 那么我们教会中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教育 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很简单 就像之前的话 我其实很难向人阐释新疆发生了什么 怎么样去做的事情 今天当新冠疫情蔓延全球 印度又开始大爆发的时候 我今天很容易给大家解释 我们的教培中心就像一座医院一样 其实你进来就给你打三种疫苗 叫三合一的 对于宗教极端主义 对于民族分裂势力 对于恐怖主义 三合一的疫苗给你打进去 你就知道什么是宗教极端主义 什么是反人类的行为 这些反人类行为它不是宗教 是极端主义的特征 你就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抵御它 然后其次对国家反分裂法的学习 你要知道是什么样的行为 是违法行为 还有一个就是语言学习 至少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让你学习国家的通用语言 让你将来和其他民族交流 出外打工 然后进入世界 它成为一种途径 一条道路 还有更重要一点 就是工作的技能培训 这个是非常重要 像我们上一讲讲的 就是说很多高技术行业 你不进行这种工作的技能的系统培训和语言学习 是绝无可能很迅速上手的 所以说教育中心 它是以整个教育体系为重心的 是一个在一两年内进行的轮训的过程 而且我们结束的是很快的 已经全部都毕业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对西方人来说 这个集中医 它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给我们扣种族灭绝的帽子 所以我们下面要谈一点 就是你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我觉得就像一个新冠疫情一样 你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新疆的经验 中国的经验就放在这 我们说全市抄罪业就不会抄吗 我们很多老百姓这么讲 它就是抄不了 你看看印度制度 它根本就封锁不了 从制度上 这些政客就没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是任由人民自生自灭 他们这个制度决定了 人民也对他们没有制裁权 像美国和印度 这样的严重的疫情 死了这么多人 你看有一个官员下台了吗 没有啊 这种一定要问者机制 没有的一种制度的话 在中国我觉得是完全想都不敢想都 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们缺乏一种强大的组织性 纪律性和群众工作的思想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特色 这是我们独辟蹊跡 获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但是也是我们今天来解决 宗教极端主义 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更要提一下我们的访会剧和节青活动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话语体系 所以说西方人根本搞不清楚什么 内地人很多也不知道干什么 实际上就是近百万的全疆的党员干部 深入各种贫困地区 截对扶贫 就是截亲家 党员干部级别越高截对越多 一个局级干部得截五个亲家 这结果五个亲家不是截了就完了 它是有要求的 是一年四次 每次要去十五天到你的亲家那儿 去帮助扶贫 去帮助人家解决问题 去帮助教育和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要帮助解决 然后还要每次去贷两百块钱 路费是自己掏的 所以说是异常辛苦的 所以我和新疆是永远人是见不齐的 总有人在南疆探访 他们回来跟我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党和政府是有要求的 就生怕你做假 就说你去了我们的少数民族的亲家家里 你得先把照片拍回来 你必须住在那儿 很多地方他就没有床的话 人家就给他搭个板子在地上睡 所以一般就是在地上睡上几天 然后再换个亲家再看 然后帮人家解决问题做事情 这个再回来过几个月再去 这个辛苦是非常辛苦的 大家可以想一想 让你去做你愿意去做吗 这个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什么呢 所以一些朋友给我打电话 一些党员干部 他说这个东西 他说我们现在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你当年入党宣誓宣了什么 是不是要为人民服务 这不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吗 过去几十年 我们很多人只为人民并服务 他不为人民服务 今天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 我其实想跟美国说一说 您为什么不关心一下 我们新疆共产党员的人权问题呢 如果我们从实践和结果的角度来看 我们解决了没有 这个问题它解决了 新疆四年多没有发生任何爆恐事件 在新冠疫情之前的19年 我们新疆的留人口达到两亿人次 这种平安快乐的生活或这种喜乐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来之不易的一种成果 像亨天顿他这个文明冲突论被很多人诟病 但他其中里面给了我们很多借鉴意义 它里面一个政治学原则就是说秩序和自由 自由只有在有秩序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一个没有秩序的自由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秩序的自由和制度的话 只是一个丛林社会 你可以杀人放火 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但是这种自由有任何价值吗 你看看我们的利比亚 伊拉克 叙利亚 这就是美国人所倡导的自由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实践才是真正解决的问题 这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是给广受宗教极端主义之苦的国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维和借鉴 美国经常说它的经验是普世主义的 其实刚才我讲的中国的经验也是普世主义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 这两种普世主义 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 是可以给广大深受宗教极端主义之苦的国家 发展的国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路径 对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借鉴 如果他们借鉴中国的这种思路 我觉得他们的各种民族宗教问题 可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解决 而不是现在这样枪生四起 人命如草芥了 他为了发展的城市 应该需要一个避損 去让fully趟考虑的解决 这样的合适